高市湖内区一名苏姓窃贼56岁日前偷了一台车零超过15年的小货车,为了掩人耳目方便犯案,苏南花了4、5千元,不用三天的时间从里到外大改装,他不仅拿铁乐视喷漆把车喷得宛如新车,还未造了车牌,但没开始犯案,他就被湖内警分局胡街派出所寻线查获, 遭窃车主被通知来认领车时,官权认不出眼前的车就是原来的老爷车,承办的原警也笑称有这种手艺干嘛不去汽修厂工作,湖内警分局胡街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,称停放在湖内区东方路上的小货车遭窃,警方后报后立即调阅周遭监视器过滤侦办,进而锁定一名猎管的苏姓毒品人口设有重嫌, 突然仅在他的租屋外埋伏两天,终于将苏贤逮捕归案,警方还在苏贤住处搜出海洛因毒品,随后,苏贤带着警方到岗山区起初偷走的小货车,让警方讶异的是, 遭窃的小货车是一辆车铃已超过15年的老车,为眼人耳目方便犯案,苏贤竟花费4000多元,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将小货车里里外外大改装, 不但拿铁乐视喷漆将车喷得宛如新车,又用电脑输出某某工程型字样喷在车上,更卫造了两面架车牌, 做工细腻连施主到派出所领车时,都不敢相信眼前的车居然是那辆15年的老伙伴, 承办员警也不禁摇头笑称有这种手艺干嘛不去汽修厂工作,苏贤向警方公称, 偷小货车是准备刑切犯案,改造车牌则是想要混淆警方的办案方向, 没想到还没机会下手就被警方查获,全案在序后一切到, 毒品最嫌移送侦办,陈宏睿,高雄报道小货车整台都改头换面, 翻射画面苏贤改造的工具相当专业,翻射画面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 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tw.adai.ly-ml924upcsu 关键字脏车改装汽车维修下载苹果新闻网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